无形帝国压的失魂戒喘不过气来 而黑奇医护将赶来援助 对此时的失魂戒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店长坐在川阶门前 主妇之机遇茶度 将记录节那枚黑色的小金属盘找出来 他要尽快掌握敌人的破绽 技术开发局传讯给静灵艇 不用担心了 医护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 如果是医护先生的话 一定可以拯救失魂戒 主角医护此时在川阶门中飞速的狂奔 阿静向他做着简而报告 截至目前 两千余名队势灵压消失 其中习惯56名 副队长一名 数值正以秒为单位增加 损坏崩塌的建筑物已无法寄存 在已知的敌人中 具有队长或以上的能力者有16名 他们自称新十字骑士团 穿着灭雀师独特的白色装束 而且我方无任何胜利的报告传来 换言之 敌人的损伤为零 更可怕的是 除了敌人的身份为灭雀师外 敌人能力的相关情报均未传入技术开发局 战况便是如此紧迫 唯一弄清的事情便是 敌人拥有夺走万劫的能力 尽管此时听上去难以置信 但这讯息来自已经被夺走万劫 2670番队队长们传回来的情报 东施郎伯村白灾碎风的声音 浮现在医护的脑海中 医护瞪大了双眼仍是不愿接受 这时店长的声音插入对话 他认为灭雀师有三大能力必须重点说明 第一点是吸取磷子为己用的完胜体 第二点是攻防转换的磷子血装 第三点便是刚才所说的万劫略读 虽然还不清楚 为何独独医护的万劫无法被夺走 但店长相信 敌人正是看准医护无法离开虚圈的时间里 对狮魂界发动的起习 正因如此 黑棋医护是百变战局的关键所在 破局的关键人物已经动身前往狮魂界 店长关切的嘱托医护 万不可逞强 他会尽快分析完毕随后立刻打过去 就在这时 断界竟然亮起一抹蓝光 一团不知名磷子突然在医护身前炸开 但肆虐的磷子裸突下来 医护才看清那像栅栏一样的物件 下一刻穿界门的出口已然被关闭 店长本以为激禄节已然无法动弹 谁知在这关键时刻尽量成这段故事 一切都源于情报的不足 即便激禄节已经在崩溃边缘 仍然使用了强制恢复行动力的乱装天空 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医护被送老师回家 就算要自己堵上陛下赠予的这条命运 激禄节也定要阻止黑奇医护 又是一发迅疾的灵子团相比医护飞去 医护本能的用剑去格导 起料激禄节放出的根本不是灵子节 一座坚固万分的青色牢笼将医护困在其中 菊发少年知道自己这是被算计 癫狂的笑声从激禄节满是鲜血的口中发出 真是可惜啊 黑奇医护 只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你就能去保护失魂界了 可现在你已经无法逃出那个牢笼 你彻底输了黑奇医护 你只能在那黑暗的牢笼之中 眼睁睁地看着 失魂界的灭亡 又是逼得一声响 从须圈通往失魂界的穿戒门被记录节彻底关闭 此时失魂界内 通讯兵正以生命的代价 在各处战场安置通传道 代理死神黑奇医护赶往失魂界的消息 鼓舞着每一位护庭13队战士 路奇亚与炼刺为医护担忧不已 直到得知他的万姐无法被夺走 一时间失魂界方战役沸腾 八爷十分兴奋地享受起厮杀 只有扶竹的表情看不出喜悲 聂大知道是副局长阿静自作主张求援医护 就在这时 失魂界却被泼了冷水 阿静察觉到异样 黑枪内医护的灵压消失了 全村的希望黑奇医护 被记录节封锁在黑枪之内 医护拼命地挥砍天锁斩虐 却连一道剑痕都无法在毛笼上流下 通讯信号也受到严重感染 医护这边的声音根本无法传输过去 阿静不知具体发生了何等变化 只好先派遣队员 前往直通虚圈的川阶门处接应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响从电话那头传到医护耳中 他连声追问阿静 发生了什么 刚刚那是什么 一个高大魁梧的黑影 砸开了技术开发局的墙 带众人定睛戏看 原来是白道门守护四单方 他双眼泛白没有一丝灵光 没有理会队员们的询问 四单方对同僚展开杀戮 卑州立刻吩咐所有人带着备份资料撤 谁知变故再起 向来乖巧听话的队员里 竟然将刀刃插进了卑州的胸膛 领得口中不断地发出困惑的声音 啊 我在干什么 四单方的铁拳不断地破坏着技术开发局 墙外一个穿着小丑鞋的家 嘴里发出黑黑黑的笑声 此时医护的通讯机被抄在的声音占据 尸魂界各处战场的声音 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别怪绝对要撑下去 现在只能救命 我不要 我已经受够了 医护他一定会回来的 借由通讯到医护直接了当地听到了尸魂界的惨诈 他怒火冲天 赤旋铃鸭灯时汇聚在天所斩月剑身 然而除了激烈万分的碰撞声 再没有其他东西突破封锁的包吻 见到医护在里面拼命地挣扎 基露杰却丝毫不担心 因为灭绝狮之王赐予他的圣文姿势 因此基露杰又被叫做 监狱的基露杰OP 黑奇医护是绝对无法从监狱中逃脱的 接下来他要好好收拾店长一伙爱神家伙 这时店长的口里却说的是慢着 就像是对未知的第三人说的一样 下一刻 基露杰的身躯竟被批为两半 大口大口的鲜血昆涌一出 紧接着一把锐利的刀刃架在了店长伯格 这瞬秒基露杰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医护又要如何从牢笼中脱困 医护的月牙天冲 无法冲破圣文字句的牢笼 施魂界的希望成为炮鱼 白灾在艾斯诺特的手中伤痕累累鲜血横飞 一旁的链刺已数不清有多少次想冲上去 却都被白灾喝止了 面对能力未知的敌人 一勇而上是愚蠢的策略 这场战斗中链刺需要做的 就是看清艾斯的能力 热血上头的链刺终于忍不住大喊 既然如此 那就更应该由自己浴血奋战 白灾斜言打量起自家互动 他可不认为炼刺拥有那样的之物 能够让敌人使用所有的能力 此话一出 炼刺在无言以对 剑队长还有心思开玩笑 想必是还留有余力 白灾此时心中实则困惑万分 他被打伤的手脚 竟然有一股被冻僵的感觉 莫非敌人的尖锥已事先下脱了吗 见到白灾困惑的目标 艾斯出言嘲笑起白灾 看来你发现了 你在想这是一种毒吧 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很久之前就品尝过 只是你故意将它忘记了 你试着回想一下 在成为队长变强以后 一直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你 想必那种感觉已经被你遗忘了很久了 那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感觉 其名为恐惧 白灾能够承受这么久 让艾斯也难得认真起来 寻常死神若是中招 便会因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而死去 此前他看到的每一个动作 听到的每一句话 都为恐惧与猜疑所支配 接下来白灾也将这样死去 哪怕白灾的意志力有多么令人惊讶 也远远不及自己种下的恐惧 话音刚落 白灾竟然挥舞起本该僵硬的手脚 一刀斩在艾斯的身上 他轻描淡写地回应艾斯诺特 你说恐惧 无聊 想必那种感觉你已经遗忘很久了 其名为恐惧 白灾一刀斩在艾斯身上 无聊至极 战斗从来都是伴随着恐惧的 那种感觉早已经在无数次跨越生死界限时 被完全克服 白灾从来没有压抑过自己恐惧的情绪 他选择艰难恐惧 击败恐惧 白灾心中所满 然而今天白灾的信念被推翻了 白灾心中守护之人 竟变为了一具丑陋恶心的丧尸 是艾斯诺特 他引爆了种在白灾体内的恐惧 白灾的脚步停了下来 艾斯诺特问向骇然的白灾 恐惧真的可以靠经验去克服吗 越是酒精沙场的强者 越容易产生可以克服的错觉 然而真正的恐惧是没有任何道理 它不是一种感情 而是一种本物 毫无理由 毫无界限 就像是被成千上万的虫子 爬板身上的每一个脚 没有人能够摆脱本物 白灾感受到那密密麻麻的虫子 布满全身的恐惧 他口里不断地怒吼为自己打起 他的剑不能停在这里 嘴上战尽便宜的艾斯诺特 并未放松警惕 他飞至半空 释放了吸收掉白灾万锦的新章 如同花瓣的轻盈刀刃 从静灵亭的蓝天飘过 飘到正在守护静灵亭的露奇亚身旁 大哥熟悉的味道 似乎还残留在那上面 鲜血将白刃染红 漫天的血花带走了白灾最后的骄傲 艾斯诺特竟用夺取的千本阴景 为白灾的意志画上修纸服 四大贵族之一朽木家族的家主 极高贵优雅秩序于一身的朽木白灾 双手称帝 双膝跪地 就这般在无形帝国强大的实力面前 不得已低下了头颅 散尽了樱花